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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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许总应酬喝多了 在月毅酒店快去接她吧 徐总 徐总 叶晨 你终于来了 我好热 叶晨 你竟敢占我便宜 我三年前看你可怜才收留了你 没想到你能将仇报 徐总 昨晚可是你主动 我会对你负责的 负责 我堂堂徐氏集团的副总裁 需要你一个小小的保安对我来负责吗 你 出去 你别开除了 她的背影 君主 属下好不容易找到你 恳请你重回神武殿 请君策 怎么又是 我都说过 我就是个小保安 我没空陪你们玩 君主 走走走 把这覆盖 赶紧滚 我走可以 你把工资给我结了 有点要工资 昨晚矿工 害得我们奖金被扣 你的工资就当补偿我们了 满 我昨晚是被徐总 叶晨 你跟我走 这张卡里有三百万 密码是卡号的后六位 昨天晚上的事情就到没发生过 这是 风口飞 我只要我自己的工资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法酒 昨天晚上是我喝多了你才叫醒上了我的床 拿着钱 给我滚 想走 没那么容易 看看吧 你们干的不事 这 叶晨 你这个混蛋 竟然盯我姐的清白 摆毁我们徐家的声誉 记得忘了 你是要嫁给张绍的人 竟然让这种视频流出来 张浩然他就是一个花花公子 我是不会嫁给他的 烫死 浩然惹的祸 只有张绍能摆平 必须嫁 身为徐家长辈 竟然如此不公 要牺牲雪柔保全徐套 我们徐家的事 从不到你们臭宝安在这插嘴 今晚就去陪张绍 不然 我出徐家 反正你都愿意陪睡 这个臭宝安 再去伺候伺候张绍 又 身 哦 身材不错 你 不用怕 徐家的麻烦我来解释 你只是我们捡回来的一个废 还在这说 帮我们解决麻烦 好了 你们先出去吧 让我一个人敬一敬 头儿 除掉这个废物 就能死无对证 君主 君主 飞龙 走 继续接着话 叶臣 叶臣 除杀反正的功劳我并不比你少 凭什么你被侧服神武军 我什么都没有 我不服 叶臣 你死了 你死了 我才有机会爬上去 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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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终于记起我了 三年前 罪龙害您坠崇崖后 接管神武军 掌乱大下秩序 兄弟们敢怒不敢言 期盼您能重回神武军 执掌大局 神武军的仇 要我 但这三年 多亏雪柔赵 徐家的安静 也要还 明白 属下小徒赵锦 刚好来云城 我即刻让他拿出诚意 送去徐家 你去安排 是 雪柔 你救我性命 又做了我的女人 我定许你 无上药 龙都赵家大小姐 宴请神武殿九霄龙女 宴会事宜 交由张浩然 全权负责 姐 你不嫁给张浩然 她现在小人得志 肯定会报复你的 张绍现在可是 赵家的心腹 她的强 未来 不可限量 我只会嫁给六年前 救我的救命恩人 才不会去身 那个张浩然 一个被臭保安 玩过的二手破鞋 在床上弄死 哪个在我面前装蠢 一个骚一个臭 连臭保安都不放过的 残花败人 怎么可能 派得上我们张绍 你 你 贱人 你还敢打人 他该的 我们都已经调查清楚 是你 故意支持叶辰 害了我姐 你胡说 张绍你看 他自己干的那些缺德事 还来在我头上 立刻给莉莉道歉 我没错 许柔 张绍可是和赵家一起 艳琴九修龙女的人 你怎么敢顶撞他呢 赶快 给张绍 一礼道歉 就再原谅 不用求任何人 赵家的问题 我已经解决了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徐雪柔的尖夫啊 一辰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就是你睡了老子的女人 还敢来这儿撒你 我弄死你 我弄死你 张绍 他这么好色的人 弄死他皮业 依我看 不如把他给淹了 让他做一个活太监 这个方法倒也不错 把他的那个玩意给我割了 然后好好赐过我 我可以向赵家求情 否则你们学讲 就等着从云城彻底消失吧 怎么 不肯啊 看来 这个臭保安三年来 没少让您睡 这么舍不得他没完 雪柔 张绍都说 饶他一命了 你还犹豫什么呢 姐 你现在的处境 都是他害 淹了他 才能证明你的清白啊 我徐雪人 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 来自证清白 雪柔 有你这份申请 日后我定让许家 立于万人之巅 你一个臭保安 你连自己还养不活呢 你凭什么说这样的话 雪柔啊 你要不赶快去伺候张手 求他原谅吧 算你这个老东西还识趣 雪柔啊 像你这种被人玩过的女 要不是看你还有几分姿色 你脱光了老子都不太正眼 瞧 你 找死 你竟然敢打我 老子要让你生不如死 江少你真厉害 你这个废物 等着死吧你就 这 是不是我安排的 好强的杀气 好强的杀气 诶 赵大人 您怎么来了 这种小门小户 又是您的身份呢 退下 你们徐家遇到了贵人 徐他调戏我妹妹的事情 就此作罢 另外 我赵家奉上五千万的项目合作 旁边 是我们赵家晚宴的邀请函 你能参加赵家的晚宴 我们徐家要飞黄腾达 不如上流社会了 请你几只蛙 姐 赵大小姐口中的贵人 一定是当初救你的神武君主 神武君主可是天上真龙 怎么可能会看上她这种贱惑 依我看 那肯定是我们张少 在赵小姐命迹说了好话 你们徐家 才能有这样的机会 不对 徐家难道真有贵人 看来不如甩了这个贱人呢 没错 我是看你可怜 所以就请赵家 再给你这次机会 今天晚上的晚宴 就不要让你们这种 三流家族的邪气带过去 我们走 是 赵少 赵少 叶辰 你离开云城 再也不要回来 叶辰 你离开云城 再也不要回来了 我姐 只是太善良 我们徐家没让你饿 已经人质易尽 你别以为占了我姐一点便宜 你就想登堂入室 入坠徐家 你 不配 我叶辰何须入阵 我留在这里 是作为男人的责任 够了 叶辰 你这样纠缠下去 没有任何意义 只会让我更加看不起你 让 何事 君主大人 飞龙知道您在云城 亲自来云城参加赵家晚宴 意图对您不利 大下判断 不足为惧 你这人还真是死皮赖脸的哈 真当我姐好说话 就赖上他了 你还真是自灵 今日晚夜 有大下叛贼 你们进去会危险 今日晚夜 有大下叛贼 你们进去会危险 叶辰 你不要为了在我姐面前逞强 就在这儿胡乱狗叫 叶辰 我不管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神武君主是我唯一仰慕的男人 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见到他 你口中的神武君 便是今晚叛贼 人武君比肩国主 你这样抹黑 非同小可 我劝你赶紧离开 好好当个保安 说不定啊 我们神武君主的威望 你能沾点光呢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你怎料定 此人日后不如神武君主 他就是一臭保安 只配站在这里 替神武君主当一条看门狗 你可知说这句话的后果是什么 我妹妹说的话并没有错 神武君主是国主钦锋 至高无上 你这样恐怕是不敬吧 乾坤未定 今是黑马 我就觉得 眼前之人 才是天上真龙 哼 什么黑马呀 他呀 就一寇保安 想什么呢 好了青云 今天是神武君主的住场 你们好自为之吧 抓紧滚吧 少在这里打扰了我们的雅线 保护血肉的安全 是 两位美女 很高兴认识你们 神武君主到 神武君主 神武君主可是大厦国主清风的 竟然降龙赵家 恐怕会有大事发生啊 管他什么大事发生啊 等会一定要在神武君主面前 君主 您对徐家以礼相待 徐家姐妹 却如此对你 算了 不知者无罪 去告诉赵家 好好表现才行啊 神武君主 您能来参加今天的晚宴 可真是 蓬壁圣辉啊 姐 你怎么了 这可是 你的救命恩人呀 不 他不是神武君主 云城 居城竟然有你这样的极品美人 真是我见游怜呀 哎呀 神武君主 您如果有兴趣 今晚 他 就是您的 嘿嘿 好 还真是一条好狗 嘿嘿嘿嘿 多谢神武君主夸奖 徐智荣 还不快点去伺候神武君主 你真是个畜生 谢 神武君主能看上你 那是你的福气 少他妈在这儿装成 性子还挺烈 不急 我还有要事处理 等这里结束 把他送到我房间 不 你不是神武君主 君主大人 您先上座 今天晚上 我一定亲自把他 送到您的房间去 哼 姐姐 你不是一直在等神武君主吗 这可是千载能逢的好机会 只要抱住他的大腿 就没有人再敢打烊 我们徐氏集团了 秦月 我们错了 他不是我的救命恩人 也许 叶辰才是 姐 你是被那个臭宝安的胡言乱语 给骗了吧 他呀 就是一条看门狗 连入场的资格都没有啊 飞龙 被受死 叶辰 叶辰 臭宝安 竟然敢删闯又会 而对神武君主 哼 真是疯了 是啊 君主大人 这个废物对您大不敬 要我说 直接拉出去砍了 以正威严 一个欺世道明的冒牌货 竟敢斩杀天上真龙 哼 你什么意思 你该不会是想说 这个废物才是神武君主吧 啊 君主大人在此 你也敢来冒充 真是活腻了 哼 神武君主 虚你吧 我今日来 就是诛杀大下的叛贼 啊 吃个背后 我就知道你没死 三年前让你从神武山逃走 勾搏三年 而我已经成为神武君主 想来杀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姐 你听到了吧 原来 他就是一个逃兵啊 天生的奴 注定要被神武君 还在脚下 一辰 我不管你来干什么 这里都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赶紧走 徐小姐 位之全貌 父女之敌 台上之人 今晚必将血剑当场 我看是这个废物啊 血剑当场 今天的晚宴 就是你最后的晚餐 是 三年前我能杀你一次 今天我就能杀你第二次 叶辰 飞龙已经是神武君主 不可造次 我今日 带大下收拾叛贼 不想死 都给我让开 一个臭宝鞍 也敢跟神武君主作对 这种一等剑名 就别不止死活了 得罪神武君主 就让你死得很难看的 诸位都曾是我的生死兄弟 我本不想伤你们性 但你们若是只要维护这个叛贼 那就干下这碗绝交情 往日恩情 义你勾销 我杀你 不算放恩 你们伤我 不算负义 是他 他才是神武君主 叶辰 我现在是神武君主 你杀我 你就是大下的罪人 神武 跪下 是赵小姐带人过来了 这亏大闹晚宴 还敢对神武君主斗争 今天死定了 姐 咱们走吧 免得被这个废物连累 不行 我要去救叶辰 我说过 他是天上真龙 不会死 姐 这里免不了一场恶战 我们快走 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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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金 你来得正好 杀了这个人 帮你赵家 然后进进世界定基 叛徒的承诺 我赵家不稀罕 叛徒的下场 只有死 不过 三年前你应该没有打 叛徒 说出主使是谁 看在往日的情侦 我可以饶你一条狗 没有人知识 我就是看不惯你高高在上的样子 想要杀了你 即使你不属 我也可以查出暗害我的主谋是谁 叶辰 你还是那么羞丧 我查出真相的时候 就是你的死气 攻击神武君主归来 攻击神武君主归来 公知下去 神武君 即日闭关 不可暴露我的声 直至查到三年前暗害我的主谋 是 君主 这是您的至尊黑卡 是 叶辰 叶辰竟然说神武君是叛责 赵家的晚宴都被他给搅黄了 什么 那 是不是要连累我们徐家呀 我们徐家本来还想靠赵家的晚宴飞黄腾达 可是那个臭宝案他惹是生非 是应该撞死他 什么 你开始撞他了 我是不是和你说过叶辰他也是受害者 你们不能动他 不过是一个看门的臭宝案 我们没弄死 但他得罪了神武君主 现在呀 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不好意思 正失望 叶辰 你没事 柔儿 他大闹赵家晚宴 得罪神武君主 你要是护着他 就是让我们徐家跟神武君主作对 这后果 我们承担不起呀 妈 宴会上的神武君主 不是六年前救我的人 他才是 现在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 瞧他这一副窝囊废的样 怎么可能是六年前救你的神武君主 以貌去 真是刚笑 叶辰 你真的是六年前救我的人 你真的是六年前救我的人 姐 你别听这个臭宝案胡说八道 就算不是神武君主救了你 那也不可能是这个废物呀 你就不要再纠结救命恩人是谁了 他跟你啊 有缘无分的 我看徐雪柔啊 就是自甘足啊 自从被这个臭宝案睡了之故 这欲罢不能卑药倒帖 你闭上你的狗嘴 你帮了我三年 春孝一刻之后 你成了我的女人 我定会对你负责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我看 你就是想让我女儿 当你的长期犯票吧 我们就算攀不上神武君主 那也得像 是张少那样的成龙快婿 而不是你这样的上门女婿 我叶辰不屑于和那种人渣饼 我爱雪柔 你要是有九维书的存款 有千万豪宅 百万豪车 我倒是可以考虑 让你负责 如果雪柔想要 这些我都可以给的 你以为你拿出来一个什么破卡 我就相信这里面真的有九维书存款呀 你一个月公司三钱 三年你还存不到十万块钱 你少在老年面前献败 这 永远不是泰山 这是至尊黑卡 永远不是泰山 这是至尊黑卡 好好好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赶紧拿上你的什么至尊黑什么卡 赶紧滚 叶辰 你现在已经自身难保 就不要空口许诺 我不指望你能帮我什么 但是 你不能拖我后腿 我已经给你的卡里转了一百万 你在云城待不下去了 赶快离开吧 赶紧拿着我女儿施舍的钱赶紧滚 不要想着代价而孤额更多的钱 这样 只会让我们徐家更看不起你 我就知道 看上要钱 吃软饭 我说过 我不要你的钱 不要钱 啊 我知道了 一定是他从赵家晚宴逃出了 是当自己死路一条 来我们徐家求个庇护吧 一定是这样 我们徐家可不庇护这个臭保安 你自己贱命一条 死了就算了 你想着来 拖累我们徐家 看你滚 我夜城何须徐家庇护 我来这儿 就是为了学手 我看你今儿想赖上我们徐家 要把我们拖垮 你错 徐家不会因为我被拖垮 反而会因为我的承诺 走上巅峰 徐家不会因为我被拖垮 反而会因为我的承诺 走上巅峰 夜城 我原本以为 你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男人 所以我才会收留你三年 没想到 你现在却变成这样 满嘴谎言 薛柔 你相信我 相信你 你教我怎么相信你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他这种人就是不要脸 姐 赵家很快就能查到 这个废物跟咱们徐氏集团的关系 抓紧让他滚 别连累了我们 之前劝你拧听 非要收留这个废物 现在 咱们徐家呀 要被他搞垮了 唉 对了 张绍是赵家心腹 你赶紧去跟张绍是好 跟这个废物划成界限 说不定啊 我们徐家还有救啊 正好然 就是那个 在宴会上 要把我献给 神武君主的卑鄙小人 妈 他不值得依靠 张绍把你献给神武君主 那可是天大的好事 你就是个贱人 不去攀高枝 反而倒贴给个废物 唉 徐涛话话操理不操 你赶紧啊 去找张绍 就算是搭不上神武君主 能好好地抱住 张绍这棵大树 这样我们徐家兴许还有救啊 有我在 无人敢动徐家 你有功夫在这吹牛啊 不如怎么想想办法 保住你这条狗命 够了 雨晨 你跟我走 唉 你是不是我一直要找的 这个男人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你只要知道 我会让你一事无用 你还算有良心 没有骗我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不过你知不知道 你今天惹的祸足够你死一万次 既然你来求我 我也护你周去 雪柔 我自己能解决 你不用为我为难 叶辰 我已经答应你了 你不用在我面前 维护尊义而撒谎 你走吧 张绍琪什么呀 这不是徐大小姐吗 听说你的这个尖夫 今天在赵家晚宴上 可是出尽了风头 不过明天也会死得轰轰烈烈 让我死 可笑 张绍 我今天来是有事相求 这个 是和赵家的五千万合纵 如果你能让叶辰离开大厦的话 这份合同 就给你了 哼 你们当我是疯子呀 啊 这个废物 得罪了神武君主 谁要是帮他 那就是跟神武君主作对 在大厦 将会是死无葬身之地 在大厦 将会是死无葬身之地 徐雪柔 没想到你对你的尖夫 还真是用情之深啊 你张绍跟赵家的关系 别说是五千万的合团 就算是五个亿的 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赵家的一条稿 也敢如此嚣张 嚣张 你还真是不知死亡 神武君主宣布闭关 还侥幸活命 但是那些 想要讨好神武君主大人之 一定会提着你的人头 接他出关 你想救他 这五千万 肯定不好 除非 张绍 请你自重 少他妈的装唇 事能求到老子的头上 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找死 张绍 你高耳守护 张绍能给你这次机会 你就好好珍惜吧 把张绍伺号好 不仅能救这个废物云 你们徐家 说不定也能跟着飞黄唐达呢 徐轩柔 你已经让我们张家 颜面尽失 我这是在给你弥补机会 谁想的话 就给我滚过来 否则 我就告诉赵家 你暴斃这个废物 到时候我连你们徐家 也跟着疫情遭殃 狗障人士 狗障人士 叶辰 说不定张浩然真的能救你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我叶辰的命 不需要一条狗来救 放肆 我们张家 岂是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了吗 滚开 当好一条狗 兴许还能活命 否则你们张家 大夏除名 哎呀 你个臭宝安 还想让张家从大夏除名啊 真是可笑 你这个废物就是在找死 张少 你这是要干什么 是他自己找死 我当然要拿着他的人头 献给神武君主 说不定我们张家 到时候就能击身顶级世家 叶辙柔 你现在给我滚过来 我心血还会 饶了你们徐家 叶辰 一会儿你先走 一群蝼蚁 何阻力去 叶辰 我知道你自满里 但是在这些训练有素的 专业人士面前 你尺有受死 给我上 叶辰你小心 这 这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你要敢碰我一下 张家不会饶过你的 滚开 滚开 就凭你 也敢威胁我 欺负雪柔 该死 叶辰不要 张浩然背后 可是赵家 是神武殿 我们不能再惹祸了 看在雪柔的份力 会饶你狗命 叶辰 你个臭毛 你给我等上 你给我等上 好了 你也不用和我解释 这是你自己惹的祸 你自己解决 我也没有能力保护你 你现在回到雪家 他们还会把你送到张浩然那里去的 跟我走 开房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里可是七星级酒店 最便宜的一间房叫十八万 要是想泡妞的话 就去红灯区的小宾馆开房吧 那里便宜 就别来我们这里装大款了 万一说碰到一个有病的 我们还得消毒呢 你 好了 刷卡 哟 原来是一个被富婆包养的小白脸啊 这位小姐 我劝你啊 可要擦亮双眼 这个男人一看就舍暴力倾向 你可别到时候自己没爽到 还被骗财骗色哦 我眼光怎么样 还用不到你来评价我 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 我好心提醒你急什么 讲得倒是挺好看 怎么就爱倒贴废物 别以为你是女神 嘴尽我就不揍你 怎么 你要想闹试试吧 我们这里可是七星级酒店 背后的老板可是龙都赵家 你敢在这里倒乱 下半辈子就在牢里过吧 又是赵家 又是口证人士 口证人士又怎么 你一个吃软饭的废物 恐怕连条狗都不乱 赵家 该成顿 赵家 该成顿 你一个吃软饭的废物 也不撒发尿照着自己那副德行 还整顿赵家 你会后悔的 君主大人 赵家有人对血肉不尽 立刻让赵景来愿意景点出语 是 一个连房费都需要美女出的废物 就别在我面前撞了 叶辰 他一个前台 你和他计较什么 我累了 先去休息了 赶紧上去好好伺候富婆 说不定会多给你些小费哦 雪柔 你这是干嘛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今天 我在陪你最后一次 过了今天你就离开 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在你嫁给我之前 我不会碰你的 那你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 叶辰 你能不能清醒一点 不要在我面前 总做一些自我感动的事情 你今天要是不走 你明天想走的走不了 我要走 没人敢说不 我要留 没人敢说不 叶辰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自以为是 你没权 没事 这样只会害了你 雪柔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 也会护你周全 你根本就没把我的话 听进心里 大伯 怎么了 雪柔 刚才来了一伙人 把汤儿旁走呢 你赶紧回来 一定是张浩然 我现在就回去 叱咤商界的女总裁 也会被这种小片书骗 什么意思 今晚我们大闹张家后离开 他张浩然想要报复 找不到我们 故意下涛 逼你为虚假 然后 再把你送到张浩然来 别听那个废物胡说 郝瑞金被他们折磨得不成人样 你要是不救他 就是眼睁睁看着他被折磨死 他张家真的绑架了徐涛 雪柔回去也没事 不如你们报警吧 让警察处理 千万不能报警 不然他们会弄死汤儿的 你看手机 已经割了汤儿的手 你再不救他 就真的来不及了 你 你看 你 你看 苦肉计 这个手指 是道具 还有 这个抹脖子的位置 恰好是大动脉 真的割了 他早就死了 哪还有机会拍照片 你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敬 雪柔 别听他胡说 你是徐涛的堂姐 你一定要救他 大伯 你们就不要耍这些伎俩 徐涛 根本就没受伤 就算徐涛受伤被绑架 我也只是他姐 儿女 是他爸爸 我并没有负责他安全的责任 你先好好睡一觉 明天 我送你回去 那你 那 我出去 为什么 这么像 你到底是不是他呀 赵总 你怎么过来了 刚才可有贵客入住 赵总 贵客没有 倒是有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过来 有手有脚的干点什么不好 非要去吃软饭 我最最为这种人 你说的倒是好听 现在这里要是有个大款 你就是另外一个模样 屁碟儿屁碟儿的跟去房间服务 哼 我年轻貌美又是女的 人家愿意包养我 说明人家眼光好 你要是有钱呀 我也愿意把你伺候得 足足复复的 只可惜 你是个废物 别在我面前装 放肆 性感对赵家贵客无礼 放肆 性感对赵家贵客无礼 哈 贵客 他 他连房费都交不起 怎么可能是贵客 你是在质疑我的话 得罪贵客 你被解雇了 赵总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可是名牌大学毕业 好不容易进入赵氏集团 你要是现在把我给开除了 我 我可是会被业内笑话的 你哪有大量 就别跟我一般计较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罢了 我懒得跟他计较 下去吧 是 你们赵家 该整顿了 竟是些构章人事的人 尊主大人教训的是 只是赵家表面风光 其实 待我解决飞龙的幕后主使 我会给赵家做主 多谢君主大人 对了 师父打听到 沈家知道飞龙的一些底细 但沈家大小姐一直身患重病 沈老爷除了医生 谁都不见 去沈家 沈老 听说沈小姐病重 我特意带了叶沈医 前来医治沈小姐 荒唐 你个黄口小儿 也敢冒充沈医 沈家从未得罪过赵家 赵小姐 你为何戏弄于我 赵家竟然如此目中无人 来着江湖术士 来沈家招摇撞骗 到底是什么目的 我是看沈老 拜访所谓年长的名医 但沈小姐依旧未见起子 可见年老也未必是沈医 所以特意请来叶沈医 并无息怒 沈家主 如果您也是这样想的 赛华佗告辞 且慢 小女的病还要养症宁老 赵小姐 请带这位沈医离开 爸 来者是客 赵小姐和这位小神医 也是好心 让他们看看也无妨 安安 这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你不要醒了 我这就打发他们出去 我可以走 但沈小姐 怕是活不过今晚 沈小姐脸色苍白 气色虚弱 但还没到丧命那一步 门口胡言 也敢自称神医 是吗 那是因为你只看到了表面 沈小姐体内 安煞入侵 一到午夜十二点 手脚冰冷 如同死 伟言耸听 沈家主 现在把他赶出去 爸 他说的都是真的 手脚冰凉 我以为是副作用 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讲过 我以为是副作用 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讲过 寒气入侵 直逼心子 若是再不一致 恐怕今晚就是大心 小神医 方才是我有眼无助 您不要怪罪 请速速医治我女儿 有什么丑劳 你尽管听 我一定答应 我今日来 就是来医治沈小姐的 沈家主 你不会相信 这人真的能治好沈小姐吗 我相信这位小神医 还请你出手相助 银针 针球不仅要插准学位 此学深度 也要精准把扣 老夫行医数十年 都不敢妄自下针 你竟敢如此大胆行针 所以说你只是徒有虚 好一张利嘴 沈小姐要有个好歹 就算有赵小姐 也保不了你 闭嘴 小神医你干什么 小神医你干什么 先脱衣服 才能针灸入血 我看 就是想占沈小姐的便宜 赵小姐 这就是你找的神医 我里尾巴露出来了吧 沈小姐 医这眼里无性别 还请配合 你若能医好暗暗 我必定报答 若是医不好我女儿 在这里占便宜 就别想走出沈家 沈家主好大的口气 小神医 我爸他也是太关心我了 还请您下针 你 我就说这是个江湖骗子吧 沈小姐身体本来就虚弱 现在 又被这庸医害得昏迷 就等着给她收拾吧 塞华佗 你妄下定论之前 不如先去把 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妄想有什么奇迹发生吗 我就算把脉 又能怎样 不对 不对 这脉象不对呀 不对 这脉象不对呀 三神医 她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小姐脉象平稳 气血 好像也已经恢复 这 这简直是医学上的奇迹呀 真的太谢谢了 绝舍之老 您才是真正的神医 老朽 甘拜下风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任何领域 打者为师 而不是以老卖老 老朽惭愧 我目前 也只是帮沈小姐 驱逐了体内的煞气 但寒煞直逼她的心脏 还需后续的治疗 小神医 你医好了我女儿的病 就是我沈家的大恩人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听 沈某 赋汤蹈火 在所不辞 小神医有什么吩咐 请讲 沈家主 你眼前这位神医 正是三年前失踪的 沈武君主 什么 沈武君主 难怪能医好 我女儿的病 三年前 你沈家事业如日中天 却突然隐退 说是沈小姐身体不不适 需要静养 实际上 是知道谁要暗害 君主大人 害怕引火上身 才选择隐退的吧 君主明察 我没有想过 谋害君主大人 君主明察 我没有想过 谋害君主大人 三年前 主使飞龙暗害我的凶手 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飞龙和龙都的 李家关系经历 其他的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真的 真的 我知道的都已经全说了 告诉九霄龙女 彻查龙都李家 是 他回来了 大夏要变天了 安安 爸 你醒了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我叫夜神医回来帮你看看 做错 安安 你身体已经恢复了 夜神医不会再回来了 夜神医他那么年轻 又那么厉害 就算我病好了 我们也可以做朋友的 不好 她呢 还是离得越远越好 你别忘了 你康复以后 还要和李家大少爷订婚了 我知道了 小神医 我们一定要再见面 你昨天晚上 还算老实 我说过 只要你还没嫁给我 我不会碰你 但是 我会贴身保护你 你让开 你已经被徐氏集团开除了 就没有理由保护我 你别忘了 你今天回家 他们一定会逼你去找张浩然那个人渣 你自己一个人 厌无不了 如果 威胁到徐家的话 也许 我是真的愿意 你现在是我的女人 就算你愿意 我也不愿意 好了 我同意你和我回去 走吧 姐 你怎么才来 妈她要自杀了 什么 快 你们还有脸回来 大伯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昨天晚上的小把戏被我识破了 现在 用来逼迫我吗 没有人逼我 蓉儿 这个废物 她昨天晚上打了张哨 你怎么还把她带回来 阿姨 昨晚张浩然欺负去了 该逃 再说了 您现在搁的是大动脉 一下子死不掉的 要血流干才会死 你闭嘴 你 现在赶紧去张哨那儿 给我赔礼道歉 要不然 我就死给你看 我就死给你看 妈 张浩然她就该打 我是不会去道歉的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就是你养的好女儿 得罪张家 这不是把我们徐家 往绝路上逼吗 你为什么会觉得 我不嫁给张浩然 我们徐家 就会走上绝路 那张浩然是谁啊 那可是天之骄子啊 一而再 再而三地拒绝她 得罪她 万一她迁怒到咱们徐家 你说 我们谁对付得了啊 有我在 没人动得了徐家 你这个够优平 你不跟我们闯祸 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够了 你们都别说了 姐 妈没说错 就昨天一天 她大闹赵家晚宴 得罪了神武君主 又打了张哨 这哪一条 都够她在大厦消失的了 你看到没 清运都比你看得清楚 你要是还护着这个废物 继续折罪了张哨 我们徐家 都要跟着完蛋呀 可不是嘛 说到底 都是因为徐秀丽 设计圈套陷害我 可是叶辰她也是受害者 只要叶辰不想离开大厦 我就当她的贴身护卫 护她周全 只要叶辰不想离开大厦 我就当她的贴身护 护她周全 你自己都要没命了 你拿什么护她周全 别忘了 我手里 可是有赵氏集团的合作 他们不怕我 但是 也会畏惧赵家 姐 你不会真的喜欢上这个废物了吧 竟然拿赵家 这么珍贵的项目当挡箭牌 这是我欠她的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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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明顽不灵啊 柔儿 你真的 要为了这个废物 害得我们徐家呀 明天 就是奶奶的寿宴 我看你怎么跟她交代 妈 柔儿 你不用再说了 明天 陪我去参加寿宴吧 喂 君主大人 有什么吩咐 明天我要去参加 徐家老太的寿宴 帮我准备一份像样的寿宴 听说徐老太 酷爱古丸 我这里收藏 一尊玉观音 明日奉上 你安排 雪柔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徐雪柔 你还真把这个废物 带到奶奶的寿宴上来 你是存心 要把奶奶气死是吗 奶奶万一有个好歹 我饶不了你们 你们串通张浩然害我 这笔证 怎么算 你们串通张浩然害我 这笔证 怎么算 够了 涛尔不管做了什么 他都是我们徐家的长子长孙 轮不到你来教训 雪柔也是您的孙女 您这样指责他 恐怕不公平 公平 你不过就是我们三年前 收留的一个废物 你也敢在这儿跟我谈公平 给我滚出去 奶奶 她不能走 她要是走了 她会没命的 那你就跟她 一块儿滚出去 妈 雪柔她不懂事 我求您再给她一次机会 赶紧让这个废物滚出去 别让奶奶生气 是啊姐 立刻跟这个废物挂青接线 不要让她脱离我们徐家 赶快去跟张少道歉 张少昨天晚上说了 你只要给她认个错 把她伺候舒服了 你们的婚约还算数 你还是张家的少奶奶 闭嘴 我今天跟雪柔一起到这儿来 就是要告诉你 有我在 谁也不能逼雪柔 做她不愿意做的事 你又臭保安 一没本事二没本钱 凭什么在我们徐家这样说话 我看呀 徐雪柔就是故意带这个被褥 来戏奶奶的 不像我 是专门来给奶奶助寿的 奶奶 这是我送给您的寿礼 老君山神树茶饼 老君山神树茶饼 涛儿有心了 不像某些人 空手来也就算了 还带个废物 蹭吃蹭喝 妈 雪柔 她最近当接手了赵家的项目 比较忙 不要找借口 我看呀 就是没把奶奶的生日 放在心上 一个破茶饼而已 就别在那装饰个孝子贤孙了 这可是顶级神树茶饼 大家只有三块 第一块在神武军手上收的 第二块让国主赠送外宾 这最后一块 在我这儿 你知道我弄来多不容易 且不说你那块茶饼是真是假 就说这块茶饼 摘自老君山山顶的神树 那里常年严寒 老太太身体本来就虚弱 你送这个寒茶 是要给老太太宋子服啊 你 你胡说 阿尔还小 这些他都不懂 是 不管送什么礼物 这都是他儿的一片心意 你说是吧 什么年轻啊 我看是根本就没有把奶奶的身体 放心上吧 要是我呀 宁愿不送 也不会送害奶奶的东西 你 奶奶 你别听他胡说 我看他们就是没带礼物 在这儿胡说八道 谁说我们没准备灵 受礼道 佛光玉观音一尊 佛前开光玉观音 孝敬您老人家 佛前开光玉观音 孝敬您老人家 佛光玉观音 岂不说是放在佛前开光 光是这质地 起码价值千万啊 叶辰 你什么时候准备的 昨天 第一次去见你家长 总不能空着手吧 奶奶 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有钱 买这么昂贵的佛光玉 肯定是徐雪柔 倒贴给这个废物 徐雪柔这就睡了一觉 这胳膊肘都开始往外拐了 这肯定是要把咱们徐家的财产 攥移给这个废物呀 奶奶 我从来都没有挪用 咱们徐氏集团的资产 如果你不信的话 可以去调查一番呀 一尊玉观音而已 我还是买得起 少在这大言不惭 如果不是徐雪柔给你钱 就凭你 能买得起这玉观音 这玉观音 它一定是个假的地摊货 听说您酷爱古丸 是真是假 您看一眼就知道 奶奶 不用看 肯定是个假的 这放在咱们徐家 让人看见了笑话 无知数倍 毁了一件上好的艺术品 无知数倍 毁了一件上好的艺术品 韬儿毁得好 这种艳品 不配放在我们徐家 赶紧把你这些破烂货 收拾了 滚出去 真是有眼不识金香语 你什么意思 你是在骂奶奶老糊涂吗 雪雪儿啊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废物 在顶撞你奶奶吗 这徐家把你从小养到大 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还带着这个废物 非要把徐家搞垮才甘心是吗 叶辰 你少说两句 这些年徐氏集团一直是雪柔在撑着 倒是那个徐涛 每天混吃等死还拖后腿 之前还得罪了赵家 还是雪柔出面摆平的 还拿到了赵家的项目 你少在这儿胡扯 放肆 许涛是我们徐家的唯一男弟 是将来徐氏集团的继承人 现在犯点错 那是在成长 这是我们豪门的规矩 你一个下等人懂什么 没错 再说了 是张绍出面搞定 还有那个合同 也是张绍说了不少好话 合同才拿下 是 是 叶辰 奶奶还在呢 你收敛一些 那个项目明明是 看在你的面子上 才给徐家 他们这是在颠倒黑白 你在胡扯什么 如果没有张绍 你连赵大小姐的面 都见不着 你竟敢质疑 张绍的能力 张浩然 不过是我赵家一条狗 我不过是看在 徐家贵人面子上 才送上项目合作 赵大小姐 我们的贵人 不是张绍吗 张浩然也配 听闻徐老太今天生日 我们又有合作 所以特意前来助手 没想到刚进门 就看到你们 势强凌弱 败高踩低 这后续合作 恐怕还有待考虑 赵小姐 都是误会 她就是个臭保安 她昨天晚上 大闹你们赵家的晚宴 还得罪了神武君主 今天来让我们庇护她 还想拖我们下水 我们去教训她一下 替神武君主出头 赵小姐 叶辰她昨天晚上 不是故意的 请您网开一面 叶辰她昨天晚上 不是故意的 请您网开一面 神武君主都不追究 我赵家自然 也没资格追究 而你们又是 哪来的资格 替神武君主出头 赵小姐教训得对 我们徐家 一个三流家族 不配替神武君主出头 赵小姐 我们再也不敢了 您先请坐 您请坐 坐就不必了 看见你们这副败高采低的嘴里 也就浑身不舒服 倒是因为你带着这个废物 才害我们得罪了赵小姐 是你们自己败高采低 这事可怪不到叶辰 够了 因为这个废物 我们徐家一直冲眉头 赶紧把它打发了 至于你 赵家的项目 交给徐涛 自己去 反思反思 凭什么 这个项目是给雪柔的 就凭我是一家之主 就凭涛儿是 徐家的唯一难定 这些都该给掏尔 我不同意 这些都该给掏尔 我不同意 妈 这项目 本来就是交给柔儿的 这 怎么还能收回去呢 是啊 我姐为了这个项目 付出了这么多 不能因为一个废物 就否决了它呀 奶奶 你看 他们这一家 就是想霸占公司 现在连您的话 都听不进去了 奶奶 徐涛他没有接触过项目 对项目也不熟 现在你要是 交给他这个项目 万一搞砸了 得罪赵氏集团 那以后还怎么合作呀 奶奶 我就是没干过 所以我现在 才要上手干 这个项目 我一定好好干 他们要是不愿意 那让他们辅助我好了 让雪柔辅助 项目成功了呢 是徐涛的功务 项目失败了 让雪柔辅过 真是打得一手好算了 奶奶 这个项目 我是绝对不会交给徐涛 奶奶 你不能看他们欺负我 我还没死呢 你们就在这儿造反 我说交给涛儿 就交给涛儿 妈 太偏心了 我还轮不到你来教训 奶奶 如果你执意 你要把这个项目交给徐涛的话 那我甘愿把这个项目还给赵家 你 那我甘愿把这个项目还给赵家 你既然这么坚持 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你只要把龙都李家的三个亿借款 要回来 我就把这个项目交给你 真的吗 龙都李家 那可是和赵家齐名的大家族 他怎么会欠咱们家的欠款 那笔账 是大伯十年前 为了叛妇李家 私自借出去的 害得我们徐家差点倒闭 十年都没要回来 这根本就是笔烂账 你们这不是为难柔儿吗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儿子不学无数 都是跟老子学的 闭嘴 你只要能把那个借款 要回来 我就把这个项目交给你 还把那笔钱 给你做项目启动资金 这是奶奶在给你的机会 你要是不愿意 那直接把项目交给我 好 不答应 好 三天 三天之后要不过来 项目就还得交给涛儿 柔儿 你去李家要账 不仅要不回来 还会得罪李家的 我不去的话 现在项目就得交出去 妈 你放心 还有三天时间 我会想办法的 我会帮你的 你别拖累我们家柔儿 就够了 走 君主大人 属下山子出现 请您责罚 只要你不暴露我的身份 你去哪儿都可以 只是 你真的是来贺收的吗 当然不是 我是知道 徐家这群势力也 一定会刁难你 所以特意过来 替您出口恶气 留心了 能为君主大人办事 是我的荣幸 对了 龙女调查的龙都李家 情况如何 李家隐藏得极好 师父目前还没查出线索 不过 李家继承人李世轩 与您救治的沈家女儿沈安安 有婚约 三天后将举办订婚宴 三天后 刚刚好 感谢各位 来参加我和安安的订婚宴 安安 这些年 我忙于李家事业 对你有所辜负 从今天起 我将我余生弥补你 沈家已经没落了 李少还对沈安安不离不弃 真是个用情之深的好男人 就是呀 这样的男人 就是打灯笼也找不到 恭贺李少 订婚大喜 恭贺李少 订婚大喜 什么人 敢闯屋李世轩的订婚宴 小神医 李少 这个废物前几天见过 他就是徐氏集团女总裁 包养的小白脸 大闹赵家晚宴 得罪神武君主 原来是龙都流传的废物 得罪的神武君主 就是死路一条 我李家不欢迎你 滚 我今天来呢 一是给李少贺喜 李少不欢迎我 我可以走 只是我走之前 我要办第二件事 什么事 不会是 想让我李家庇护你吧 李家不用这么看得起自己 第二件事呢 就是找李少 要回三个一的倾款 这什么情况 叶辰不是来参加晚宴 而是来催债的 就算他要催债 也不应该当着李家的晚宴 当众提出吧 这已经不是得罪了 而是把李家的脸摁在地上打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我知道 今天是李少的大人 但您欠的实在是太久 我这小家小业的 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得罪李家我活不下去 拿不到欠款 我一样活不下去 这收据是真的吗 怎么可能 我藏藏李氏集团继承人 会跟这种不入流的货所借钱 我要是借钱 那也是向银行贷款 白纸黑字 李少想要抵赖 三个一欠款虽然多 李家也不至于还不起吧 我儿子说没借钱 我相信我儿子 你最好告诉我 谁给你的收据 只是你来这里找麻烦 否则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没有谁让我来的 就是你儿子欠的钱 没有在规定之内还钱 我上门要债天经地义 按照协议 逾期十年 一年一千万 总共应该还我 四个 九霄龙女就要来参加订婚宴 就关系到我们李家以后 和神武君主的合作 你却闹出这样的丑闻 我就弄死这废物 我就弄死这废物 当着这么多人 你弄死他 就等于承认自己是老赖 我不管你说什么 总结我不欠你的钱 今天是我李家的大喜日子 我不想闹出什么不愉快 你现在赶紧给我滚 我可以考虑放你一幕 我并不认为我得罪了李家 你们能轻易放我离开 我离开也是死 在死之前 我一定要拿回属于我的钱 我们李家人 以成为本 我们要是欠你的钱 就会一分不少地还给你 这协议 我不承认 各位 这就是李家人的诚信 当面撕毁欠条 让我们看清楚了李家人的嘴里 大家以后千万要留个心意 千万别和李家人做声誉 我就是个例子 二十多个亿 白白打了嘴票 害得我倾家荡产 稀里子散 出口 废话少说 要么还钱 要么我就继续 反正我不怕丢人 还愣着干嘛 快叫人把这个废物解决了 来人 来人 李少 今天来到这里的人 都是商业巨布 你这样做 明天传出去 恐怕会成为整个大厦的笑柄 是这个废物欺人太事 滚开 给我干他 你 这就是李家的家风 把药债的人挡出去 四个亿 一分不差 拿滚 看来李家今天是碰上硬查了 听说九霄龙女要来 要是李家再不解决 就要在九霄龙女面前出洋巷了 我刚想起来 我已经还了 所以拿了收据 我才会觉得你是假的 我李世轩的为人 世人皆知 李少的人品那是有口皆碑 这么大的金额 有疏漏也很正常 只要还上就可以了 你就不要在这里闹了 就是 要是李少真的不还钱 还能让你进来吗 你这人啊 属实有点领不清 你少糊弄 你说还了 可以出示银行卡三年内的转成记录 你敢吗 你说还了 可以出示银行卡三年内的转成记录 你敢吗 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 钱到账 我立马走 否则 我就继续闹 反正我不先丢人 你是好歹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怎么到你这儿 就变成我不是好歹 还是说 你们李家的家风就是这个 可以胡作非为 不把法律放在眼里 好 就给你五千万 你先拿去 我李建章有人格担保 剩下的钱 不会少你一分 你的人格 在我眼里一文不值 你 你把李家得罪了 你也捞不到好处 你拿着钱先离开 李家为父不仁 以后别说什么以成利本 分明是以抢利本 五千万 暂定不行 四个亿 少一分 我都不会走 真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 我告诉你 九霄龙女马上就来 你在云城得罪了神武君主 现在不走 九霄龙女过来 也不会放过你 我游里走遍天下都不怕 还怕什么九霄龙女 你连龙女都不放在眼里 那就是不把神武君主 也放在眼里了 是谁不把神武君主 放在眼里 那就是不把神武君主也放在眼里了 是谁不把神武君主放在眼里 真的是九霄龙女 这个废龙女今天死定了 龙女大人 我们抓住了对神武君主不敬的人 正在教训呢 神武大人的事 何时轮到你来解决 今日的事 我已经很清楚 你们欠债不还 还动手打人 顶级世家 竟然如此嚣张跋扈 根本不配毅力在大下 误会 都是误会 还不快把你的破事解决了 多谢龙女出头 原本带立 四个页 四个页 滚 这是我应得的 说话客气了 你把我的定婚宴变成闹剧 还想让我客气 没当场弄死 已经是我手下留情了 好大的口气 可惜 你们没能力把我弄死 可惜 你们没能力把我弄死 龙女大人 这个废物真是太嚣张了 得罪我们李家世晓 之前 他还敢得罪神武君主 还请龙女 您亲自处理 神武君主的事 我自会解决 今日 我是来参加两位的定婚宴 安安 刚才那场闹剧 你不要介意 现在 请你嫁给我 李家可是龙都顶级世家 还有九霄龙女成央 也就等于神武君主认可 你还犹豫什么 就是 李少这样的人中豪杰 可遇 不可求啊 嫁给我 对不起 我不能答应你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要不要嫁给我 刚才你们李家的所作所为 我需要重新考虑一下婚事 你 你竟然拒绝我 让我李家颜免访毙 那我不介意 让沈家消失 李世轩 你又何必强人所难 强扭的瓜不甜 毕竟 刚才李家的所作所为 确实让人失望 沈小姐 有所顾虑 也是应该的 对不起 对不起 龙女大人 实 实在是对不起 让您失望了 还请 龙女大人 不要怪罪我们李家 是一切 长一智 你应该好好想想 李家未来 应该怎么发展 再胡多非为 必死无疑 龙女教训的是 爸 都是因为这个废物 我要弄死他 他敢得罪 沈武君主 公然跑到我们 李家订婚宴大闹 杀他之前 先查清楚 背后到底是谁 这是什么意思 赵家晚宴之后 沈武君主就闭关 那个废物 也却参加了 赵家晚宴 却安然无恙 一定是跟三年前 失踪的沈武君主有关 我们顺着这个 查下去 如果查到那个男人 我们就可以在 老大面前邀功了 说不定 下一任的沈武君主 就是你了 爸 还是你想得就到啊 你们果然和幕后凶手 狼狈为妻 叶沈医 沈小姐 你不是在里面订婚吗 怎么出来了 你公然讨婚 他李家一定不会放过你们沈家 我根本就不喜欢李世轩 你在李家大闹一场 刚好给了我退婚的理由 李家人不敢太过分 况且 我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他救过我一命 我的身子 要给他 沈小姐 你这样说 会让我误会 误会什么 误会 你喜欢的人是我 但我也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我现在在追求他 真羡慕那个女孩 不过我也会把这份喜欢 默默地藏在心里 你不用在意 我喜欢你 跟你没关系 沈小姐 你还是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 这种喜欢 没有任务 可你是我的大英雄 我放不下你 不过你放心 我爸爸已经给我找好了心脏移植 等我恢复之后 学会跟爸爸一起出国 那一路顺风 出国之前 你能去机场送我 给我一个拥抱吗 你爸爸帮过我 你也是我的朋友 到时候 我会和我老婆一起去送你来 我懂了 那 我还有事 小神医 为什么不是我先遇到你 柔儿 这三天马上到了 李家的债务怎么办呀 叶辰拿着收据出去了 说是去李家要账了 柔儿 你真的相信那个废物啊 这李家 可是跟赵家比肩的龙都顶级是假 你真的相信那个废物 能把钱给你要回来啊 这么多天 也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可是只要叶辰在我身边 我就会觉得很安心 妈 我相信他 我看你就是犯贱 徐徐柔 那个臭宝安到底有什么能耐 能让你上赶着倒铁 张浩然 你来干什么 张响对你一往情深 你过去的那些下贱勾当 张响都能原谅 前提是 你得陪张响去玩三个月 张响英明 都是叶辰那个臭宝安犯错 你不怪罪柔儿啊 是对的 妈 你说什么呢 哎呀 闭嘴 你要陪张响 我约你还没完成 赶紧把赵家的项目要你 叫涛儿接手 我相信 叶辰 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我相信 叶辰 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你就不要再做垂死的挣扎了 那个废物这么久都没回来 他肯定逃跑 不管你了 我看呀 你还不如乖乖地跟着张响 叶辰他不是这样的人 柔儿 我看你个废物骄傲自大 他说不定拿着收据啊 去李家敲扎仪捡钱跑路了 趁着张响还愿意给你机会 赶紧给张响服个软 啊 这么才说 这未来畅母娘懂事呢 你也不用在我面前这么啊 我有的是方法 让你变成一条听话的狗 你 怎么对张响这么无理 张响 雪蓉不懂事 我们会教训他的 没事 只有这样的征服之后 还有成就感吗 张响好想吧 张响好想吧呀 这个奸女人随便我 你们 你们这是要把我往火坑里推是吗 你们 你们这是要把我往火坑里推是吗 这张响可是人中龙凤 你怎么能说是把你往火坑里推呢 你嫁到张家 就是张家长子长孙的媳妇 无上的荣耀 张家也会扶持我们徐家 迈入云城 一流石家 这是个双赢的局面 你敢不答应 就滚出徐家 让雪蓉离开 是你们徐家的损失 你这个废物 还敢回来 叶辰 你回来了 李家的欠款 我都已经收回来了 你们应该履行之前的承诺 让雪蓉继续接管这个项 而且 要用这四个乙 作为项目的启动资金 我就说这个卫物在吹牛吧 我们只借给了李家三个乙 哪来的四个乙 忘了告诉你们 我顺便 凝着十年的利息 一个乙 一起要了回 什么 你把利息也收回来了 你把利息也收回来了 这李家要该给啊 早就给了 怎么可能让你去要 才给 没错 你们都不要被这个废物给骗了 他已经得罪了神武君主 是大下的罪人 哪来这么大面子 还多要一个亿的利息 真是可笑 叶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的都是真的 潜在这张卡里 我就不信 你有多大 慢着 奶奶 你快看 你快看 我就说这个废物是骗人的吧 我估计啊 这个卡里根本就没有钱 是他一直在装神弄鬼罢了 谁说我装神弄鬼 只是这张卡到了你的手里 我们还能拿得回来吗 叶辰 这卡里真的有四个亿 妈 你是燕姿 这 是柔儿 打死我 我也不信这张卡里能有四个亿啊 你这不是让我丢人吗 这没钱呀 就别硬撑了 这 这张卡 这张卡 这张卡里真的有四个亿 你说什么 真的有四个亿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要回拖了十年的蓝帐 现在 已经证明了血肉有掌管项目的能力 那不该在的 也该走吧 你什么意思 难道我也是不该在的人吗 虽然你把那烂章要了回来 但是我是这一家之处 是你们的奶奶 竟敢目无尊长 奶奶 叶辰 他不是这个意思 不该在这里的人 是张浩然 好你个贱人 别以为拿到赵家的相 就不把我们张家放在眼里 你信不信 只要我一句话 就可以毁了你的项目 就凭你 你只是一条狗 叫得再大声 也不会改变主人的决定 你找死 我查到了 这个飞竟然大闹李家的订婚宴 才逼着李家还的钱 什么 他竟然私闯李家订婚宴 什么 他竟然私闯李家订婚宴 那个场合最适合要着 他李家 也算是有头有脸的者 不敢不给 你得罪了李家 你要来害我们吗 你这个臭宝案 除了惹祸你还会干什么 我们徐家哪怕不要这三个亿 我们都不能得罪李家 怕什么 他李家赶过来找事 我自然会解决 你凭什么说你解决 够了 叶辰已经把李家的账要回来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 是做好赵家的项目 抱好赵家的大腿 而不是在这里指责叶辰 徐月容 你也太天真了 赵家只是给你们一个项目 而不会为了你去得罪李家 可徐家呀 恐怕要真的毁在你的手上了 张少 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呀 妈 你不用求他 别忘了 赵家曾说过 咱们家有贵人相助 我相信只要把赵家项目做好 赵家会庇护咱们的 我相信只要把赵家项目做好 赵家会庇护咱们的 实话告诉你 你的贵人就是神武君主 可惜被这个废物给搞砸了 不过我还是劝你 乖乖地跟了我 说不定本少已开心还能让赵家崩你们一把 你还愣着干嘛 张少不计前嫌给你机会 你还不珍惜 咱们家就真的完了 他张浩然就是个苟证人士的玩意儿 有什么资格让你们这么捧他臭家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敢这么跟张少说话 臭保安 我认你很久了 我们张家再不计 弄死你也是出手有余 就凭你 只怕你还没有动手 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你还敢在这里狗叫 叶辰 张浩然背后可是赵家 咱们要是跟他正面刚上 可能站不了上风 他这条狗 在赵家也待不了多长时间了 张浩然这条狗 已经开始咬嘴了 张浩然这条狗 已经开始咬嘴了 赵保安 你在跟谁打电话 说的跟真的是呢 该不会是赵大小姐吧 没错 这三年 我在赵家已经站稳了脚跟 一个窝囊废 你不会是想告诉我 赵大小姐 要把我这个心腹给除了吧 没错 你真是无可救药 什么屁话都敢说 最多三分钟 张浩然就会变成一条流浪狗 你们也不用捧他的臭嘴 野辰 我让你现在就变成一条狗 赵大小姐 您怎么打过来电话了 张浩然你好大的胆子 大小姐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三年来 你打着我赵家的名声 到处狐假虎威 我看在你中心的份上 不跟你计较 没想到你变本加烈 现在连我赵家贵客也敢得罪 今天请 给我离开赵家 大小姐 我 今天请 给我离开赵家 大小姐 我 刚刚那个电话 应该是赵大小姐得来的吧 没有了赵家的庇护 你什么都不是 叶辰 你说了什么 这张浩然 真的被赶出赵家了 不 不 都随你这个乌鸦嘴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一定有误会 你给我等着 张手 张浩然得罪了雪柔 已经变得一无所有 谁要是对雪柔再有误 下场只会比张浩然更惨 张少和赵家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解释清楚 一定还会受到赵家的弃重 况且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张少再不急 也比你这个想吃软饭的 废物强 没错 你有几斤几两 我们还是知道的 你不过就是运气好了点 刚好赶上赵大小姐训斥当 运气好 也是实力的一种 妈 赌约 我们已经完成了 我会好好 把赵家给我们的项目做好 让咱们徐家 成为一流世界 而不是靠张浩然 那个人渣 而不是靠张浩然 那个人渣 好 我老太婆说话算话 这个项目就交给你做 但是 你要带上靠儿 让他跟你学 好吗 奶奶 妈 只要项目交给柔儿做 让靠儿跟着学习 那自然是没问题 这还差不多 叶晨 谢谢你 帮我们把李家的债务要回来了 谢什么 他虽然把李家的账要回来了 但是也得罪了李家 说不定 你后续的工作都不好进行 妈 你怎么能这样说 叶晨也是为了我们 才闯了李家的宴会 那可是生命危险啊 你不仅不敢动 你还这样说他 真是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这还没出嫁呢 就胳膊肘往外拐 真是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这还没出嫁呢 就胳膊肘往外拐 叶晨 你放心 我不会让李家动你的 我会把赵氏集团 交给我的项目好好做 达成长久的合作 好庇佑你 学长 这一切都是我对你的承诺 我心甘请愿 叶晨 对不起 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 但是 我也遇到了我的救命恩人 遇到他之后 我心里就容不下别人了 刚刚是我唐突了 但是 精神所致 今时未开 我相信 总有一天 你会爱上我 可 可这样 对你不公平 我说了 我心甘情愿 随便吧 我还要去忙工作 我先走了 学长 等我找到暗中害物的那个人 把一切都告诉你的时候 希望你不要生气 不要失望 张浩然 谁放你进来的 赵大小姐 我跟了赵家三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您不能一句话 就把我赶出去 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得罪赵家贵客 把你赶出赵家 已经算是留有余地了 不是 大小姐 您把我赶出赵家 我以后该怎么混呢 要不然这样 您告诉我贵人是谁 我亲自向他道歉 求他原谅不就得了吗 你还没资格见贵人 滚 大小姐 你要是这样的话 太跑不走 我赵锦做事 还轮不到你来评判 是死是活 都是你该有的下场 好啊 你这是要把我给逼死呀 你一个大男人 离开赵家就活不了 可见你的本事 也不过如此吧 你 果然 最毒妇人信 放肆 放肆 我还有更放肆的 你个臭婊子的 我告诉你 我为了赵家辛苦这么多年 说把我赶出去就赶出去 你不得给点补偿啊 你想干什么 现在给我滚出去 你想干什么 现在给我滚出去 反正我现在不是你们赵家的人了 少他妈的在我面前指手挖脚 张浩然 你不要乱来 嘿嘿嘿嘿嘿 怎么 害怕啊 哎呦 你不总是一步高高在上一样 老子现在就撕开你的面具 看看你这样的人到底什么样 你现在这么嚣张 真好我没有把你刀剑赶出赵家 嘿嘿嘿嘿嘿 你现在知道也不完啊 像你这样的大美人 我惦记得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既然今天就让我赶尽杀绝 就不要怪我霸王硬上弓 不要过来 来人呢 瞧啊 你随便瞧啊 外面的那些人已经被我支开了 你就会越大声 老子就越兴奋 哈哈哈哈 不太 我告诉你 今天 凶想掏出我的手掌心 我现在就办了你 也算老子转了 不要 救命啊 我现在就办了你 也算老子转了 不要 救命啊 实说 叶辰 又是你这个废物坏老子的好事 张厚 你这条白眼狼 果然开始反有主人了 难道你就是这个贱人口中的贵人 不可能 你只不过是许家的臭保安 这怎么可能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你 就算你是他的贵人 又怎么样 我自今天就是要玩死你 然后再弄死你 就凭你也废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杀了他 一切后果 由我赵家承担 大小姐 我错了 我错了 你不要杀我 你也知道害怕 大小姐 我以后再也不得罪赵家了 我也不去找许家的麻烦 我就求求你原谅我 不要杀我 杀了你 太便宜你 我会把你变成一个废人 生不如死 君主大人 今天差点就被那个畜生 我知道张浩然这个废物会狗急跳墙 就过来看一眼 多谢君主大人能想到我 你为我做事 我应当护你周全 能为君主大人办事 是我的荣幸 只要君主大人一句话 我甘愿放下我赵家大小姐的身份 服侍君主 你可知道 你在做事 我知道君主大人有心爱之人 但这些真心话 其实我早就想说了 今天刚好是个机会 记住 我永远不会背叛我的爱人 自己去找龙女领发 是 君主 您的惩罚 对我来说 就是恩赐 张少 你怎么伤成这样了 张少 都是你 都是夜晨那个废物 我他有多大能耐 我一定要报仇 夜晨那个废物 不过是一个臭保安 你想让他死 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 不 夜晨那个废物 能让赵大小姐对他另一眼相看 还要我赶出赵家 什么 夜晨家这么厉害 张少想报仇的话 我可以帮你 李少 李少 您真的愿意跟我们一起 对回夜晨那个废物吗 没错 这个废物在我的订婚宴上 当众让李家出城 我李家张显大度放他离开 但是 我怎么会是这种哑巴亏 可是李少 赵姐那个娘们 亲口说夜晨是他们赵家的贵人 那个废物有赵家人撑腰 可怕不好收拾呀 我李家上面有人 赵姐这个称谋 我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想报仇的话 放心去说 李少 有您这句话 夜晨那个废物死定了 李少 有您这句话 夜晨那个废物死定了 对了 李少 夜晨那个废物 大闹你的订婚宴 是为了徐家那个 徐雪柔 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女人下手啊 对对对 我这就去把徐涛约出来 让他在徐雪柔的项目上 动点手脚 办得好的话 我重重有赏 那我们以后 就可跟着李少混了 徐雪柔 虽然你现在掌握实权 但也不能连一点礼貌都 徐涛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和李家签约这个项目 你知不知道核算下来 我们要亏损五千多万 你觉得咱们集团亏损得起吗 为什么就说你们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你什么意思呀 你自己签了亏本的买卖 还说我没有见识 李家的这个项目 可是张少好不容易才给我搭上的 让点力才能促成合作 到时候把这个项目做好了 李氏集团再有什么项目 第一个想到的肯定也是我们徐家 别说五千万 就算是十个五千万 也能轻而易举地赚回来 李家哪有这么好心 别说五千万 就算是十个五千万 也能轻而易举地赚回来 李家哪有这么好心 徐涛 我在这边努力赚钱 你却在那边亏钱 还满口大道理 这世界上哪有上赶着的买卖 徐雪柔 你别欺人太甚 你不也想着做好赵氏集团的项目 好长远发展 为什么你可以 而我就不行 人家赵氏集团是带着诚意来的 所有合作资金都是公开透明的 够了 再怎么说 我也是咱们徐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 难道 我现在连千个项目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这个项目 我不同意 我看你就是极度我搭上李家的关系 既然你不同意 那我就走好了 你呢 自己回家跟奶奶说去 你 你又闹什么 你就这么容不下涛儿 一定要把他挤出徐氏集团 奶奶 徐涛他擅自和李家签了项目 损失了五千万 公司流动资金本来就不多 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奶奶 他刚把李家的四个亿要回来 哪有这么严重啊 奶奶 他刚把李家的四个亿要回来 哪有这么严重啊 就算有四个亿 我是徐氏集团的负责人 你和李家项目的资金流动 我总应该知道吧 五千万呢 奶奶 你听他说的意思 好像在说我总工肥丝 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我把公司的大权交给你 不代表你可以目中无人 随意欺负涛儿 奶奶 我只是想知道 钱的去向 徐雪柔 你也不用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我知道 你就是想逼走我跟涛儿 行 我们把徐氏集团让给你 我们爷俩 要判去 走 都不许闹 有我在 徐家就是你们的 徐涛没有接触过项目 经验不足 你答应我带他完成项目的 现在出了一点小问题 你就大吵大闹 成何题 行 打落了牙齿我自己验 但是别忘了 人在做天在看 有些事情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只是懒得计较而已 之前的事情就算了 要是今后还敢算计我 别怪我翻脸无情 放肆 他是你大伯 难不成 你还想报复他 哎呀妈 你也看到了 现在徐家 还有我跟涛儿的容身之地吗 还不赶快给你大伯道歉 哼 还不赶快给你大伯道歉 哼 奶奶 拉偏家 没有您这样拉的 徐涛他是您的长子长孙 可是你就任由大伯一家 这样欺负我 不允许我们反击吗 在你的眼里 我们就是奴隶吗 生来 就是为大伯一家 做牛做马的吗 徐雪柔 你眼里还有没有 我这个奶奶 你记住 没有徐家 就没有你 奶奶 你还拿我当您的孙女吗 我想应该不是 我在你的眼里 只是用来联姻 维护家族繁荣的工具 徐雪柔 不管公司发生什么事 你都不能对奶奶不敬 赶紧道歉 我没错 哎呀 徐雪柔 你之前确实是为徐家 做了点牺牲 但是 没有徐家之前 对你的培养和付出 他就没有现在的你不是 啊 这做人呢 他不能忘本啊 啊 你这边吃着徐家的饭 还砸着徐家的锅呀 翅膀硬了 你确实可以飞得高 但是 没有家族帮助你 你插翅难飞 这样的徐家 只会让我一次一次的失望 你 这样的徐家 只会让我一次一次的失望 你 既然你长本事了 徐家看来是容不下你这尊大夫 你给我滚 滚得远远的 哎呀 妈 你就是个白眼狼 你不知道跟他生气 从今天起 你就不是徐家人了 滚呢 徐雪柔 其实我挺不领解你 你说你乖乖的跟了张少 现在做个少奶奶她不好吗 你非要跟那个废物夜沉 女人嘛 嫁谁不是嫁 所谓的爱情 水中月静中花 你嫁的是钱 不是人 那你以后找老婆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万一哪天徐家落寞了 你的老婆也会抛弃你离开徐家 你跟那个废物一样 只会嘴硬 可惜你现在被赶出了徐家 什么都没有 以后跟了那个臭保安 他当保安 你当保姆 绝备 你错了 离开徐家 离开你们这些脱油瓶 我徐雪柔的人生 只会越来越精彩 你看他嚣张的 姐 你真的被奶奶赶出来了 你是不是为了维护这个废物 小韵 这件事情和他没有关系 是徐涛在公司胡作非为 奶奶偏心他 虽然我也舍不得徐氏集团 可是我再待下去 毫无意义 没关系 雪柔 离开了徐家 你一定会跟上一层了 我姐离开徐家 你可没机会再吃软饭了 话还说得这么好听 我爱的是雪柔 又不是徐家 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 离开徐家 也许是一个新的开始 姐 我就是看不惯 他拖你的后腿嘛 不过 奶奶这样对你 我也是支持你离开的 等我回来 我要陪你 大自一场 重新开始 雪柔 放心 我一定让他们哭着来求你 算了 他们对我恩断义绝 我也不指望他们回来求我 我想 我应该独立创业 有一个新的开始 毕竟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我会陪你一起的 小妹妹 这人要去哪啊 你管我去哪 滚 小妹妹长得如花似玉 性格这么辣 哥哥 我看上你了 陪哥几个 去贵妃包厢 喝一杯 谁要陪你们啊 给我滚开 哎呀 小妹妹 看你穿得如花似玉 不就是出来卖的吗 把哥几个赔好了 钱不是问题 臭不要脸 你才是卖的 哎呦 敢打我 有点意思啊 兄弟们 把他给我带抱进去 等我追 站住 姐 我们快跑 怎么了 哎呀 没想到这里 还藏了一个小美女 你要干什么 姐 刚才她拦住我 要我去陪酒 还说我是卖的 我就气不过 打了她一巴掌 老子这一巴掌 可不能白挨 你们俩美女 不把老子伺候舒服 休想从这离开 嘿嘿 你们俩美女 不把老子伺候舒服 休想从这离开 不知死 该打 这还藏着个小白脸 我管 一辰 他们人多 别认识 这位先生 这件事情 是我妹妹做的不对 我替她向您道歉 你们的酒钱 我替你们节 嘿嘿嘿 小美女 哥几个可不缺 这顿酒钱 老子今天 老子今天 就是要玩美女 丑死 小白脸 你也敢跟我老子动手 我看你是怀你了 赶紧带着你这两个废物 给我滚出去 我可以饶你的狗命 这里可是老子的地盘 上面还有沈老板罩着 你一个废物 还敢在这里叫条 沈老板 难道是那个龙都刚回来 和李家结亲的沈老板 没错 现在害怕 就乖乖跟着哥哥走 把哥哥我伺候舒服 今天的事 可以既往不咎 沈家 很了不起 沈家 很了不起 叶辰 你别再惹事了 前几天 刚得罪了李家 现在 又在沈家的地盘 要是惊动了沈老爷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们走 想走啊 没那么容易 姐夫 他们人多 怎么办呀 就凭你这声姐夫 今天这件事 我就能 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嘴发蛇 放心 沈家主 你养的狗在酒吧乱你 限你三分钟之内 过来处理 叶神医 对不起啊 我现在就去处理 小白脸 你以为一个电话 就能吓到我吗 今天不让老子舒服 就让你死 我劝你赶紧离开 否则 死个弥顶事 还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兄弟们 我废了这个小白脸 一起玩这两个小牛 我看谁敢动 我看谁敢动 沈老板 名字不来了 有个废物正在闹事 我现在正在处理 闭嘴 沈家主 这就是你养的狗 对我们不敬 还反忧我们 是了吧 你看他现在还这么嚣张 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 不死 叶神医是我的救命恩人 害我得罪了叶神医 自己去领罪 滚出云城 什么 他是沈家恩人 大佬 我怯了 我怯了 我要是知道你是沈家的恩人 打死我 我也不敢对您不敬啊 大佬 你饶了我吧 大佬 欺软怕硬 仗着有点权力就胡家虎 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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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叶神医都怪我管教不严 你千万不要生气啊 雪柔不追究 我自然也不会追究 姐夫 沈老板怎么叫你叶神医啊 姐夫 沈老板怎么叫你叶神医啊 叶神医治好了小女的寒煞 只是 只是什么 安安害怕手术 一直有心理负担 今年遇到了叶神医 希望叶神医能陪着一起手术 我还要送雪儿回家 不去 叶神 沈老板刚刚帮了咱们 如果你真的会医术的话 就跟她去吧 我和清韵 我们一起回去 那既然你都发话了 那我就跟你去一趟 多谢叶神医 我会亲自派人 护送徐小姐回去 请 爸 叶神医 你怎么来了 刚刚碰巧遇到沈家主 听说你今晚有手术 就过来看看你 谢谢小神医 安安 叶神医都来了 你就可以放心了 手术一定会成功的 嗯 没错 你体内的寒煞已经去除 这就是一个小手术 谁说要给这个贱人 做手术啊 李少 你们还不知道吧 这家医院 是我李氏集团的 这个贱人 在订婚宴上 当众毁婚 让我丢人 想手术 做梦 现在停止手术 你还真是捉狗不说 撤 你这个废物也在呢 正好 让你看看 得罪我李家 是什么下场 放心 你的下场 绝对比这个贱人更惨 李少 今晚 安安手术 关系他的生死 求你高抬跪手 等安安康复以后 我一定会登门道歉的 不可能 我就要看这个贱人死 不可能 我就要看这个贱人死 李少 求你放过安安吧 我跟你下跪 爸 你不用求他 李世轩 这就是你的真面目吧 我真庆幸 在订婚宴上足够勇敢 拒绝了你的求婚 你一个病秧子 沈家已经落寞 老子能够娶你 已经是够给你沈家面子 你不知好歹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李家有你这个败类 还真是李家的不幸 我再怎么败家 也有李家都敌 而你 就是一个废物 救不了沈安安 更救不了徐雪楼 那个贱妇 我救受雪楼离开徐博 背后一定有人捣鬼 你知道又怎样 你不过就是一个臭保安 永远斗不过我 只配被我踩在脚下 不好意思 你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 你搞的那些小把戏 在我眼里我只觉得可笑 你 叶神医 你有办法救汉安 叶神医 你有办法救汉安 这个废物算什么神医 恐怕连手术刀都不会吧 能给这个贱人 做手术的医生 没有我发话 谁也不敢见 我不能手术 但是我可以买下这间医院 买下这个医院 你说什么屁 连沈天这个老东西 都不敢说买下这个医院 就凭你说什么大话 你是要笑死我吗 叶神医 你别再闹了 你还是赶紧看看 安安病情能不能扭转 爸 你就不要为难叶神医了 就算治不好 能见叶神医一面 我也知足 沈小姐 你放心 今天我既然来了 我就一定不让你死 立刻买下李家名下的云城医院 安排人为沈安小姐做手术 是 君主大人 叶神医 你真的要买下整个云城医院 哦 对了 放眼大夏 除了国主 也只有你能买下这个医院了 她的鬼话你也信 李少 你要注意你的言行 你他们管我 有时间的话 还不如听这个贱货 还有什么遗言呢 你 沈安安 沈小姐是在这里吗 我要准备给她做手术 爸 你到底把医院卖给了谁 今天叶晨那个废物说要买下医院 你该不会真卖给她了吧 这跟叶晨那个废物有什么关系 是九霄龙女说要把医院买下来 我看在神武君主的面子 她卖了 妈的 被这个废物骗了 还在我面前装逼 老子现在就弄死她 站住 毛毛扫扫的 九霄龙女听命于神武君主 买下了医院 那个叶晨 说她也买了医院 真的有这么巧吗 那我怀疑 叶晨 就是那个神武君主 爸 绝对不可能 神武君主 在交交晚宴之后 就去神武山闭关了 怎么可能会是那个废物 我说的是三年前失踪的神武君主 你想呀 赵家晚宴之后 神武君主到底怎样了 我们谁也不知道 说不定 真是三年前的那个男人 回来了 沈安安 沈小姐是在这里吗 我要准备给她做手术 我之前不是交代 没有我发话 不能给那个贱人做手术 不是 李少 你听我解释 这家医院 刚刚已经被人家给买走了 买家点名要给沈小姐做手术 这怎么可能 我爸怎么可能把医院卖了 难道真的是你 你所见的 极是实实 叶神医 真的太感谢你了 你可是我们神家的大恩人 我才不相信你有这么大的本事 接受现实了 李大少 回去给我告诉李家家的 安分守起 我可以不追究李家的故事 胆敢放肆 我就让李家从大下消失 沈小姐 请跟我们一起准备手术吧 嗯 谢谢叶神医 你又救了我一命 我答应过你的 我都会做到 多希望 是我先遇到你 这样说不定 喜欢的人就会是我 别胡思乱想了 好好做手术 说不定 真是三年前的那个男人 回来了 爸 如果他真的是三年前的神武君主 我们这么得罪他 那 我们怎么办呀 怕什么 要真是这样 那个篡位的飞龙 应该已经死了 现在 应该赶快去通知大老 想办法 除了他 说不定到时候 功劳 就是你我赴死的 好 君主大人 徐家对雪柔不义 把雪柔逼出雪家 跟雪柔来合作 也没有必要继续了 属下明白 还有 雪柔自立门户 立刻你一份新的合同送过去 君主大人对徐小姐 以往情深 要不要以您的名义送过去 这样也好让徐小姐 知道您的用心 你去安排 只要不暴露我的身份即可 君主大人放心 奶奶 徐雪柔走得也好 反正徐氏集团 以后都要交给我 我保证把所有的项目都搞好 涛儿办事 我放心 我不放心 我不放心 赵大小姐 您怎么来了 我真要去给您汇报呢 徐雪柔那个贱人 干项目干了一半不干了 现在您撞下的项目 我来接受 您放心 我肯定办得漂漂亮亮的 就你 要不是看在徐雪柔的面子上 你调戏我妹妹的事情 就够废了你徐家的 还想跟我合作 做梦 赵大小姐 赵大小姐 这个之前啊 是涛儿小不懂事 他现在啊 长大了 您放心 保证把项目做好 他不配 赵大小姐 爸 别忘了 咱们还有李家 我现在就给李家联系 快点联系 喂 李总啊 哦 我是徐涛 之前咱们合作过项目 徐涛 有什么事 李少 之前咱们合作的时候 徐家赔了不少 现在我们资金周转困难 你看能不能投资点 或者 就是咱们再续签几个项目 你当老子跟你一样 是个傻逼吗 项目是你自愿签的 你们徐家赔减 跟我有什么关系 好好地把我们李家的项目 做好 否则违约金五个亿 够让你们徐家倒闭了 妈的 李世玄坑我 怎么了 奶奶 他不给咱们投资 他还让我赔五个亿的违约金 什么 五个亿 怎么办呢 赵家撤销项 你恰也不合作 我们学家 看来是要完了呀 都怪徐雪柔 赵家才撤销了合作 我现在就让他回来 收拾这个烂摊子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这个贱人 竟然敢挂我电话 这个贱人 竟然敢挂我电话 徐雪柔 虽然不是我们赶走的 但是被我逼成那个样子 要想让他回来 你的态度得好点 对 涛儿 亲自去请他回来 只要他愿意回来 稳住赵家那个项目 我们徐家就还有救 态度要诚恳点 好好好 只要他愿意回来 拿出我大尔巴子都行 就算挂了徐涛的电话 他也会再找来的 找来又怎么样 现在是他们有求于你 不用跟他们客气 就是 咱们母女在徐雪柔 这么多年忍气吞伤 这下总算可以出口恶气 姐 你在家呀 这不是徐涛吗 怎么来我们这种 破地方呀 你 姐 以前都是我不对 现在奶奶身体不舒服 想让你回去看看 奶奶身体怎么了 奶奶身体怎么了 还能怎么 徐家交到他这种人手里 迟早买买 你 姐 徐氏集团现在确实出了问题 不过 徐氏集团可是你的心血 你总不能看他倒闭吧 你的意思是 要请我回去 是 只要你能保住 和赵氏集团合作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那就把徐氏集团 转移到雪柔名校 徐氏集团做任何决定 雪柔拥有一票否决权 我们徐家的家务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废物茶 闭嘴 就听叶臣的话 否则一切面谈 徐雪柔 我今天能来请你 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你不要敬酒不吃 是罚酒 哎呦 你也知道自己是来求人的 那就给我态度好点 反正我现在离开徐家 过得也挺好 离开了徐家你什么都不是 你能好到哪儿去 看清楚 赵家十亿的订单合同 赵家十亿的订单合同 这 这 这真的是赵家十亿的合同 这个呀 可是赵大小姐亲自找上我们雪柔 亲手送上的十亿合同 有了这个合同 就算没有徐家 我们雪柔啊 也能成为人上人 姐 我的好姐姐 以前啊 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大人不计小人工 跟我回去吧 你还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但是不答应雪柔的条件 也行了 你记住 现在是徐家需要我 不是我需要徐家 之前你们做的种种 我都可以寄往不久 不过 要想让我带着徐氏走送辉煌 今后就必须听我的 行 你晚上回徐家 奶奶亲自跟你看 没想到徐总裁 攀上了赵家 还能来到我这小门小户 奶奶 你不用阴阳怪气地和我说话 我一直都是徐家人 更不想让徐家落寞 如果你想让我拿着赵家十亿合同来的话 就好好和我说话 如果你想让我拿着赵家十亿合同来的话 就好好和我说话 奶奶 她说了 想让她回来 就要把徐氏集团转移给她 而且以后所有的决定 她都要有一票否决权 没错 这就是我的底线 如果不同意 我现在就走 你明明知道徐家现在有困难 你还提出这种条件 你还真是跟陆井下石 你也不用在那儿抱着绑架 徐家有困难 你想到雪饶 雪饶提出点条件 也是应该的 奶奶 你是一家之主 一句话的事 同不同意 请 我答应 不过 有了赵家这十个亿的合同 我们徐家 必将会飞黄腾打 绝对容不下 吃软饭的废物 说得对 徐家容不下吃软饭的废物 算你实际 滚吧 谁说我要吃软饭了 我要给雪柔一个 世纪瞩目的婚礼 谁说我要吃软饭了 我要给雪柔一个 世纪瞩目的婚礼 说大话谁不会 眼见为实 如果不能万中主 就别想让徐雪柔嫁给你 雪柔坐了我的女 我也不要进她手里去 叶晨 我们走吧 叶晨 这些天 你为我出头 我很感动 可是赵大小姐 送来十亿合同的时候 就说了 是我的贵人相助 我猜 应该是六年前 我的救命恩人 她可能在某个地方 看着我 考察我 我不想让她失望 所以 我不能爱出了她之外的 任何男人 雪柔 我尊重你的一切 我不会让你失望 叶晨 你总是说一些 似是而非的话 你之前还救了沈小姐 你像谜一样 我感觉我越来越看不透你了 等这几天过去 你就会知道所有的信息 我希望真相 不是你说出来的 雪柔 你说的没错 你的救命恩人 正在看着你 并且爱上你 君主大人 一切都在您的计划之中 买医院的事情 让李家怀疑 您就是三年前 消失的神武君主 正准备对您动手 很好 不过李家 应该不敢对我 还一定会去找 三年前 真正害我的那个人 你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等他们动手 一无大尽 是 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我要迎娶雪柔 聘礼 一定要万一挑一 明白 属下知道 有一套贵妃服 乃是世界顶级礼服 可以作为聘礼 只是 这套衣服 今晚要被拍卖 送给雪柔的 一定是要最好 走 去拍卖会 是 听说今晚拍卖会 压轴产品是贵妃服 能穿上这套衣服的人 绝对是站在世界顶端的人 嗯 听说今晚拍卖会 压轴产品是贵妃服 能穿上这套衣服的人 绝对是站在世界顶端的人 嗯 左木朗将军 有请 一会儿 就竞拍这个贵妃服 来 你先坐 稍等平革 把大夏与阴导不共戴天 李家怎么戴阴导的人 来竞拍贵妃服 能让李家卑躬屈膝 看来 这个英导人 应该有几分神秘 嗯 希望我们传说的贵妃服 不要让英导人买走 接下来要竞拍的 是我们大夏传世的贵妃服 此乃 国宝级别的婚服 起拍价 五个亿 八个亿 一开口就是八个亿 看来这个李建章 对这套婚服 势在彼得 我大夏的国宝 怎能落入贼寇之手 十个亿 你竟敢跟我们李家作对 十五个亿 五十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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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各位 来晚了 我出五十亿 谢臣 你竟敢来我们高档拍卖杯网乱 你是不想活了吗 你李家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 我出五十亿 还有要加码的吗 左木朗将军 五十亿 是这件国宝贵妃服的极限 不能再加加了 我说李家怎么在龙都混成了这一世界 原来是卖国求荣 傍上了阴导左木棱啊 真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你不也是上赶着纠缠徐雪柔吗 想倒贴吃软饭 你错 我不是纠缠雪柔 我是对她负责 你要负责 想必你这件婚服 也是和徐雪柔结婚用的吧 开口就喊下五十亿 我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拿得出来 你一个臭保安 一定拿不出来吧 敢在这里呼喊乱叫的 你当这里是菜市场啊 少死 五十亿 刷口 索木朗将军 我之前就怀疑 叶辰是消失三年的神武君主 如果这张卡 真能刷出五十亿 那他一定就是 神武君主 古人 英子黑凡 五十亿刷卡成功 恭喜叶先生 这件贵妃服 是您的了 真是人不可貌相 这位叶先生 从来没见过 竟然能一下子 拿出来五十亿 叶先生让国宝 免遭英导毒手 真是我大下的英雄啊 怎么可能会这样 以后啊 别狗眼看人 还有你们李将 帮英导的大腿 不如效忠大笑 你 索木朗将军 怎么处理的 丽莎 弄许的 四哥 叶辰 不用装了 索木朗将军 已经断定 你就是三年前 失踪的神武君主 既然知道我的身份 还不服法认罪 我可以向国君求情 饶你一条狗鱼 我们李家有什么错 我跟着索木朗将军 已经站在了 大厦的顶峰 将来 我还要站在世界的顶峰 你就是三年前 要害我的人 三年前你没有得逞 三年后 你就更不可应了 一致 你的存在 才让我引导 不敢对大厦发病 三年来 我引导 秘密训练了 两战互法 对付你 抽抽一语 只有你 死了死了的 我才敢 安心发病 和平大厦 使人说梦 我劝你 不要嘴硬 还是乖乖受死吧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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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英华国的两大护法 也不过如此 这人 是我引导最强的杀气 你 怎么能这么轻易地解决 你们英导的最强杀气 在我眼里 不过就是两个废 饿命 饶命啊 饶命啊 通敌叛国 就是死寸 君主给过你们机会 是你们自己 知道珍惜 喂 喂 把开牙了 我的 英导将军 你们 扣押我的权力 没有 你意图入侵大厦 我们有权收押服务 把他去交给国军出去 是 回英导后 记得切服自己 我 我 我的 不论的不是 我不是 我 凶手 这根刺终于去除了 告诉赵锦 带着贵妃服 去徐家提亲 是 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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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会儿来我们徐家干什么 我来提亲啊 看到了吗 这个呀 可是柔儿的救命恩人 派人送来的婚服 你两手空空 怎么好意思来提亲 妈 别说叶辰 怎么 你该不会真的喜欢上这个废物了吧 柔儿 你可要看清楚 你救命恩人派人送来的婚服 这一看就是大手笔 这个废物有什么 没错 我听说这个贵妃服啊 昨天有个大人和英导将军竞派 花了五十亿才买下来的 什么 五十亿 一套婚服的价值 都够我们十个许氏集团了 你还犹豫什么呀 妈 虽然我一直仰慕我的救命恩人 可是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 他权力再大有什么样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不嫁给救命恩人 难道嫁给这个废物啊 不嫁给救命恩人 难道嫁给这个废物啊 有没有可能 我不是一个废物 就算你不是废物 你拿什么跟五十亿的婚服比 妈 钱我可以自己赚 男人 我也要自己选 叶辰 虽然这段时间 我愿意把我第一次夺走 我讨厌你 欺负你 但是三年前我把你救回来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 我总能感觉到 你在保护我 你会照顾我 这些 就是我选择你的理由 柔儿 你什么意思啊 你可千万不能犯傻呀 柔儿 你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我们反对 徐家已经把我赶出去一次了 还要把我赶出去第二次吗 这次 我支持奶奶 你要为徐家考虑 为自己的将来考虑 这次 我支持奶奶 你要为徐家考虑 为自己的将来考虑 妈 你能不能不让我为难 我有自己选择男人的权利 柔儿 你不要问他们会改变自己的主意 哼 想让我们改变决定 除非你是买下这件贵妃服的大人物 可惜你不是 你只是个被 不好意思 这件贵妃服 还就是我买的 就你 什么声音 我们徐家被包围了 一定是柔儿的救命恩人来了 看看人家这排场 你要是敢抢柔儿 就是死路一条 叶辰 你快走 我会和我救命恩人解释的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不用 我和你一起 哼 别在那装情圣了 再不走 就等死吧 别在那装情圣了 再不走 就等死吧 徐涛 你想要谁 赵 赵大小姐 您怎么来了 这个废物跟一个大人物强完结 我们教训他一下 那你可知道 你口中的这个废物 正是我的主人 你姐的救命恩人 神武殿的神武君主 世界的王 赵大小姐 你没开玩笑吧 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叶辰 这就是你要和我说的真相 这 这未免也太震撼了吧 三年前 我被害十一 是你救了我 恢复记忆之后 我一直在调查 伤害我的凶手 我怕你卷入其中 一直没告诉你 好在 现在都解决了 君主大人 已经准备好了七星级酒店 国主将亲自为你们主持婚礼 现在 没有人反对我跟雪罗的婚事了 哎呀 我的好女婿啊 柔儿 能有你这样的男人 那可真是 八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啊 对对 哎呀 我的好姐夫 你也把我带去七星级酒店吧 让我见见世面 开开眼 就是就是 看在雪柔的面子上 自然会给你们留位置 好 雪柔 你愿意加给我 我愿意 太好了 太好了 她们 让我站在雪柔 我愿意加热 太好了 我一会儿